那么我现在就是最近接到电话 我最近就是老经常接到电话 我就在因为我们是做 我们这个SYAM里面有很多同学是做BA BSA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 我上次讲过这个Data Analyst的BA BSA 到底有什么区别 其实区别大了 他们就是不一样的职位是吧 那我通过这个我想给大家讲一个topic 就给大家再让大家再重新认知一下 这个数据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 因为我老接到电话 说实话我接到电话一般到我这来 你很多啊不止一次 就说哎老师我现在学了T-SQL 你看我这个做数据分析师怎么办 我自己都学了T-SQL 我上班学了T-SQL 或者有的同学说我学了这个Table 我学了Table 我是不能找工作 然后有的同学现在很多同学 现在Python比较火 先说哎呦我现在学Python 我现在来学Python是不是找工作 其实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些东西你都找不到工作 你学个T-SQL 那只是一个技术点 那是就是做算术 就像你高中做的算术 一点用都没有 你给你找工作不搭界 那你说我学个Python 你把Python就当成一种数学的一个公式 你用它来做这个立体解合 你用它能找工作吗 找不了工作 不可能找工作的 那至于说你说Table 那个什么PARBI 那只是一些BI的Truth 它虽然强大 但是你靠那种Truth能找工作吗 系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 这就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Sense 就是说我们在学知识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知识体系 你想那种知识的片段 是不可能帮助你找到工作的 数据方面知识片段很多很多 你说从前端的BI的Tools 包括PARBI PAR Tableau 一直到那个Sycle Server 对不对 叫Database Oracle 然后包括他们的相应的这个语言 什么的T-SQL PL-SQL 然后他你比如那个Sycle Server 他有三个S Integration Reporting Analysis 然后包括一体 这个后台 然后当然数据在流淌 你像这样的体系 你要是做数据分析的工作 真正的数据分析 因为数据分析 在IT里面的数据分析的工作 是吧 专业的工作 这个体系 都应该在脑海里有体系的 只是你进去之后 你可能做的方向 你有一个focus 但是这个体系 在脑海里的 那当大家来 来学习的时候 把这些体系 打成一个个碎片 一个个课程 你想 你像通过你 在这个迷宫里钻 想把这些碎片 集成成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 我告诉你 只有天才 我还不怀疑 他能不能做到 知道吧 所以说 没有人能做到 就是靠这种钻 我今天学个T-SQL 因为他们有的人在外行吗 对这个IT不了解 我学个T-SQL 会查询了 高兴得很 能找个工作吗 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跟工作不搭界 做这些东西 所以说 我们就说了 现在 现在业界 有很多这样的学校 讲一门课程 讲一门课程 然后把这些学生 都忽悠过来 然后这些学生进去 以为那就是一个法宝 拿一个证书 拿一个证书 就能求职成功 我告诉你 那就是做梦 在IT里面 有一个证书 证书 在IT里面 证书绝对不是敲门砖 没有一个证书 是敲门砖的 像这种东西 这就是一种误区 我看到的太多了 老师有人 都到我这来过 说老师 我学了这个 你看我能不能找到工作 我说 我一般都说 这不行啊 你这个不可能的 你会一个T-SQL 你会一个T-SQL 你会几个 Python的最基本的语言 有什么用啊 你就像你在初中学的 那个数学 你能去 你到那个 你能去那种 做那种 飞机的这种 这个动力测试吗 你做不了了 差十万八千里了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呀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知识的碎片 是无助于求职的 而恰恰相反 而且现在很多人呢 我就觉得 从这个校园出来 这种Ecademic的 这种Mansight 他就是觉得 有个证书 因为他是拿毕业证 我有了证书 是不是就能求职成功了 还有这个 这门课程我学完了 这门课程我学完了 是不是我就能求职了 恰恰相反 Ecademic 我现在看到的 Ecademic的教育 恰恰跟我们实际 应用性教育 这个这个实践型的 这种需求 是对立的 是对立的 恰恰 所以说那个 比业生 出来要有个 Mansight的一个 Jump 一个跳跃 一个Change 要不然他远离职场 反而他更加早要职场 如果他还是 以那种Ecademic的思维 是吧 那所以说 就是说那种知识的碎片 我都强调很多次 那么一个个的课程 是没有价值的 他恰恰把这个个人 引偏 引离了 真正他向职场之路 知道吧 这是这样的 但是 但是大家说 这个数据分析师 谁能做呀 就是你要做 是一个掌握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这个知识体系 你能达到为企业 对不对 为组织来提供解决方案 帮助他们来解决问题的 这才是这个 这个就是 IT专业人士要做的事情 那么数据分析师做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做数据分析了 它是基因企业的业务体系 业务需求 然后呢 以及在这个体系下面 所产生的大量的数据 通过适当的这种 结构化和Data Modeling 以及呢 对数据是抓取 整理 整合 来产生的一种 Reporting和分析的结果 从而指导你企业的 战略 决策计划 管理 运维 等等等等 这就是数据分析师 大家是不是 是不是觉得 这就是我对他的定义 对吧 那什么人能做数据分析师呢 数据呀 就是我在那个 其实在很早几年之前 我们那个就是我们 我有些打微软开会啊 那个我们在那个会场上挺多的 那个大家就在谈这个BI的发展 当时那个微软CO也在那 那叫什么呢 叫叫凯文 我忘了他 他叫凯文 他也在那 在那 然后那个 我们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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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也在那 然后他就说 现在的BI呢 就CO是这样的 现在的 这个数据BI体系 应该是一个 这个 self service self service 就是自助式的一种服务 就是你 所以说大家会看到 Power BI Table这种工具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自助式服务 当然了 我们那个CO说 我要full service 他是从他的这个业务体系来讲 我干嘛 我不想了解东西 我要full service 这个是两个串的啊 就是我提到这个是两个串 那大家说这个BI 这种数据的分析 是要full service 还是叫self service呢 就是我企业啥都不管 我要你全给我解决了 还是到那个 我自助呢 自己来来根据我的需求 我了解这个数据分析的基本的model 我来做分析呢 这是两个串的 我告诉你 full service 会实现 那是人工智能 就是在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下 还是self service 是个趋势 但是人工智能 是个大的趋势 人工智能 当然可以给你实现 full service 全部 从你的数据的采集 整合抓取 一直到数据的挖掘 Machine Learning 深度学习 最后产生你所想要的 意想不到的结果 是不是 这个 这个人工智能 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回来说 self service BI是self service 大家了解吧 self是自助的 那这种自助 是不是我们BI的那种专业工作就没了 不是的 所以BI往前端走 特别是像 像你看很多企业做 data analyst 就是一个sell 玩了一个熟级了 对不对 他并不是说他一个sell 你面试面试你 他并不是在乎你一个sell有多强 他是在乎你对业务体系有多了解 对吗 对这个数据分析的model 你都得了解 因为他们的excel玩的六级了 天天玩 所以说 这个职场的串的做数据呢 是两个方向了 一个是就是往后台 往后端走 你beta model 是做数据的 对不对 然后你做数据的挖掘 machine learning 深度学习 这是做数据的 对不对 他就算法 对吧 你可以积数据 还有做数据的ETL 数据不停的流淌 这是IT的professional BI的professional 数据的professional 那么往前走的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分析师 越往前推进了 那他就有很大的 很尴尬的境地 level要么就上不去 要么就 就不是IT 知道吗 就更level就更低了 为什么呢 我曾经有一些 我们的一个业界的 包括来在国打电话 他就有一些同学 他就有这样的一些体会 比如他在 他一个在 financial公司 他是做BABSA的 那么说 他们也有data analyst的 最后企业就在权衡 因为这个data analyst 给他们做分析 从来都不能touch他们 都不知道要分析出结果 他们想要的结果 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很痛苦啊 你知道吗 那个企业就是这样的 企业那 那就是说 那企业就后来就找到他们 到底是BABSA 来做数据分析 他掌握相应的BI的工具 这个gap大呢 还是让现在做数据分析的 所谓的这种 IT的professional 来掌握这个相应的BABSA 所掌握的优体系的gap大呢 那都不用说 那个就是掌握这个优体 gap巨大无比 所以说他们后来就是这样 他们做BABSA 就只有很多IT professional 他们就很快的就了解了这个BI的truth 然后呢 来做基本的数据分析 然后他们把这个就是 他们不熟练 但是他们不可以把这种分析的model 交付给他们的data analyst 让他们再做更多的这种repeatable的工作 大家了解了吧 所以说这就是显然的一个trend 就是说 就是说做业务 业务是最有价值的 你了解业务才是你的最大的value 然后基于业务再做数据分析 要么你做数据分析 就是往后端走 对不对 然后你就是就是更加的technical 更加的这种专业性的这种技术的工作 越往后端走越专业 而而凌驾于这种在前端的 只是对数据进行基本的分析 基于人家的build的modeling 在对数据进行基本的分析 这样这样的工作 很多都可以被其他的 比如BABSA 或者被developer 就做所快速的掌握和替代 了解吧 所以说我就从这个 从这个sense 昨天我还接到一个电话 从美国来的 他想对我们的CM感兴趣 他是在一个 他是在 他是medical方面的 是他的专业 他说他是在做MDM 就是Math Data Management 他 我问他 我说 我一般都会问一下 我不会 就是我会看合适不合适 做这样的工作 还有一个呢 方向 还有一个 你的 你想达到什么 你比如 我想知道你现在的薪酬 要么就职场的提升 要么就薪酬的提升 他跟我说是9万块钱 我说你很不错了 9万块钱 你要是做数据分析方面 相当于senior level 是不是 那个我就觉得 你这个账不大 他说后来我才知道 实际上人家 他了解那么一点数据的知识 人家雇佣他的时候 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强的 数据分析的本事 他了解 这是bonus 关键他有 他就是要泡 他就要想什么 他有在那个美国 他有一个上岗的认证 一个就是医学方面的 这种certificate是很重的 对吧 他上岗证 他是medical方面的一个 他pass了所有的美国的这种 就是那个职业的认证 其实所以说他给我 他也明确的说 人家给他9万块钱 是因为他有这种职业的认证 而不是他掌握的那些数据的基本的知识 这就给大家一个概念了 就是说做数据分析师 你要怎么做呢 你的抖闷的knowledge base 是最最重要的 知道吗 你的抖闷就是你的专业的knowledge base 你比如你CM就是你的这个专业的knowledge base 这是最重要的 你学医学学这个生物医学 学这个这个比如学一些经济金融 这些抖闷knowledge base是最有价值的 了解吧 所以说这也是就是比我们定制的这个数据分析师这个这个方向 我们的我们对我们的同学员们进行画像是专门有画像 了解吧 其实你说我是phd我找到了数据分析师的工作 这个这些都是因为你的专业的背景 你才找到了这份工作了解吗 而且你所带来的价值不是因为你对这种基本的数据分析师 是这种基本的knowledge base带来价值 而是你的专业的背景给你带来的薪酬上的价值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 所以说数据分析师大家都可以做 但是呢如果是it方向的那就往后端走 如果是你不是it专业方向的 你的专业背景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非常非常有价值 而掌握这个就数据分析师 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技术技术的这种 什么Table Power BI等等 T-SQL这些东西实在是没有什么难度 大家没有什么难度没有什么起点 说实话大家都很容易入行 这又造成了一个什么呢 什么一个原因什么一个现象呢 这个职位很多呀 因为你现在数据很多是不是 然后都要做数据分析 但是呢 Candidate太多了 是海选基本上 特别是好多是考试海选 因为确实大家像你进去 你掌握基本的这种数据分析的本事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有的很多数据分析师就是一些Data Entry 如果不是IT是吧 那这种像这种海选就很难 而且考试是不是 所以说你怎么能让你Outstanding出来呢 你的专业背景 你的专业背景 你的专业背景才是你真正的一种不同的地方 你的专业背景上的专业的经历 才是真正一种不同的地方 是吧 所以说这才是我给大家要介绍的 不是那个学一个个知识碎片 就想去做数据分析师 你想你学的东西那么容易就学会了 谁你比别人就聪明吗 不一样不一定呢 那个别人也很容易就学会了 对不对 难道学内就能到企业做工作了吗 不能做不了工作 一点都做不了 知道吗 远离做工作呢 所以说这是我给大家 这是我看到的一些现象 就是说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项目上 我要求大家是这样的 我们上面有我们在项目上的同学 其实我要求大家 那个你比如我们SAM团队的同学 那个SAM这个体系 大家build的很辛苦 今天早晨因为我上线的时候 还在给大家在探讨那个问题 要大家把那个系统的 product给给那个 就是在项目上出问题了 大家创建不了product了 所以今天上午 我从床上起来就就不停的留言 是吧 给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说大家这个SAM这个体系 做得很辛苦 大家很忙 非常忙碌 那你看看我们的数据团队呢 哇 他们得围着我们打转 所以我就急啊 我们数据团队得围着我们打转 而数据团队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 ETL 大家看到了吗 ETL ETL说实话 他们做了展示 我就觉得 我希望他们能看到 他们做了展示 其实我们SAM团队 这些members 我觉得很快就能 就能做同样的工作 把那ETL过来 然后draw in merge 然后merge mypin 是不是 lookup 然后最后把它导到你的target的目标的这个table里面 这些东西 是不是你们很能就很快就掌握了 然后我们探讨这个 Data Warehouse 这里面的数据结构 当然我们的数据结构 不那么复杂 很简单 但是不是大家很快就掌握那里面的数据结构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用Power BI Table来做分析 那我觉得你问问我们这个SAM团队的members 他们很快就掌握了 对他们来说都是烧带脚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这个 这就是 我告诉大家 现在就是 这位数据分析师啊 一定是要懂业务的 一定是要懂这个业务体系的 所以说我们做这个项目啊 那个 其实我们 你看我们那个 呃 我们在数据方面也有七八个人吧 是吧 有大数据团队有Data Warehouse 有ETL 其实他们在这个项目上 上面我们这样安排 因为他们是学的数据啊 实际上他们了解CRM的 因为只有CRM这个业务体系 在他们的简历里面展现出来 才能让他们outstand出来 让他们shining 了解吧 所以说在下一个Spring 我要鼓励大家 就是数据团队的这种members 一定要看到CRM里面 要看到CRM里面的业务流程 因为我们的这个Spring团队的members都要展示嘛 所以他们这才是他们应该真正掌握的 他们在面试里面 让他们不一样 你知道吗 让他们不一样 所以说这就是我给大家今天的这个topic 这是我的这个 这个一些observation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一个 我们一个美国的同学 他在线上嘛 反正是这个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这个薪酬的问题 薪酬 然后他那边 他在芝加哥 他机会非常非常多 然后一个他 然后他好像是 到要到客户那儿去了吧 让客户再看一下 就基本上 他觉得那个那个那个offer是差不多了 然后再让 再再最后见下客户 然后他跟我说了他一个薪酬 哎呦 我说你太低了 你太低了 就是他要的太低了 这个我就给大家建议啊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就是你在 我们这个profession 你在什么位置上 就要要什么样的薪酬 这个没有含糊的 你我觉得他至少应该像他那个背景啊 六七年七八年的背景是吧 然后有整个行业 不同行业的背景 我觉得你这个contract的 要如果是contract的 至少要到这个这个八十八十五了啊 那他他要的太低了啊 多了他只是把想把这个大力送给那个 送他去那家公司 但是我说那家公司一点都不会含糊 他跟客户要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是不是 他他他他当时报完这个价钱之后 五十多块钱啊 我就说出来了五十多块钱 那个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consulting company那个人就说 我都吃惊了 他说太低了 他说他都这样说 你太低了 你要加 太低了 太低了 知道吧 所以说我们要 如果同学们我们把握不好 要什么样的价钱啊 你给我联系一下 我告诉你 你该要什么样的价钱 这不是说我们贪婪还是什么 我们只是需要professional 要专业 就是我们不能在市场上 我们是什么身价 我们就应该要什么身价 是吧 那在这里面大家有个negotiate 有一个around的嘛 我们可以灵活 对吧 上下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身价是要跟市场迈持的 这是我们的专业的态度 是吧 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还有一个就是在要要薪酬的时候 permanent job 跟contract是不一样的 permanent是permanent 要乘你的这个年薪呢 要乘个1.6到1.7 然后呢 处于2000 就是你的小时的rate 一般是这样的 你比如10万的年薪 你大概要的时候 应该再要80到85块钱 每小时 如果是contract的话 这是我给大家基本的这样一个建议 如果大家把握不住的话 跟我联系 我会给你大概说一下 你这个市场的你的这个薪酬 你怎么去要 是吧 我来帮你一个小时的 我来帮你一个小时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